老虎和狮子谁更厉害 已经演变为网络世纪大战 毕竟老虎和狮子都有自己的粉丝 粉丝哪能让自己支持的动物落了下风呢 更重要的是 狮子是很多西方国家的图腾象征 比如英国的国徽里面就有狮子 而老虎又是典型的亚洲文化符号 比如成语中的如虎添翼 所以老虎狮子之战 逐渐演变为了东西方文化大战 那么狮子和老虎究竟谁更厉害呢 很多人可能会从体型上入手 但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对比最大的个体 只能说明这个个体会取胜 并不代表整体的情况 更何况大部分的老虎和狮子 也长不到最大个体的水平 格斗类项目都需要划分体重才能显示客观 那么这一次就刨除最大体型的对比 来看看两只差不多大的东北虎和非洲狮相遇 谁会获胜 有很多人认为动物打斗都是靠蛮力 其实这是错误的 动物们也是会用自己的智慧的 不然盲目地打斗会让自己受伤 野生动物可是没有医院的 那么狮子和老虎 到底谁的脑容量更大呢 从头骨上来说 非洲狮的头骨更大 这一点在他们的杂交后在狮虎兽身上有所表现 因为狮虎兽就是一个大头娃娃 然而 头骨大不代表脑容量就更大 经过国外专家的脑部扫描发现 老虎的脑容量比狮子平均大了16% 可不要小瞧了脑容量的区别 我们人类的脑容量在生物中是一起绝尘的存在 对于动物们来说 一点点的脑容量差距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差别 比如峨眉山的藏球猴和金丝猴 二者都是四川的猴 可是因为脑容量有差距 藏球猴比金丝猴更聪明 一个变成了土匪 另一个只能兵威成果宝 那么老虎的脑容量普遍比狮子大 这说明同样的体型之下 老虎可能比狮子更聪明 这样在打斗的过程中 它会使用更多的技巧 动物学家们认为 老虎的脑容量更大 是自然选择之后的结果 因为老虎是独居动物 它的一切生活都需要自己去考虑 熊虎的身上肩负着领的捕猎争斗交配 甚至有些熊虎还要育儿 这压力在动物界真的是不小了 稍微疏忽大意 就是将自己的命送出去 而熊士的压力就小一点 它在年轻的时候要去争夺领地 还要在流浪的时候自己捕猎 可是一旦成为狮王 它就只需要花费精力在领地上 捕猎可参与可不参与 反正群里的雌狮会负责这些 所以熊狮需要操心的事情 远不如熊虎多 在自然的选择下 老虎的脑容量就越来越大 也就越来越聪明 然而老虎虽然很聪明 但是它却非常谨慎 这就导致有的时候 它会展现胆小的一面 熊狮如果当上狮王后受伤 养伤期间只要没有别的熊狮抢地盘 那么它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有雌狮捕猎 可如果一只熊虎受伤 那么它就非常危险 它得面临长时间不能捕猎的困境 很可能在养伤期间就饿死了 因此老虎不会轻易参与搏动 它遇上了和自己体重相当的狮子 可能会选择退后 这样就不用受伤 可是如果它一旦参与了战斗 就会在这过程中思考 打架最可怕的不是莽夫 而是有思想的肌肉 有人会拿圈养的狮子 打赢过圈养的老虎来 说老虎打不过狮子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狮子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 比老虎更能豁得出去 前面提到过狮子是群居动物 有群体意识 它会将饲养自己的人类 看作自己的母师 伙食有保证 它就没有什么顾虑 而老虎是独居 它并不会认为 有人喂养自己 就可以莽撞行事 所以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这其实就是一个训养的问题 就像狗和猫一样 只不过狗 是把人类当作自己的首领 有首领替自己都赌 那么它就不怕受伤 才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保护主人 而猫是独居动物 它不会认为自己的主人 比自己地位高级 这也是为什么有动物学家说 猫没有被人类彻底驯服 老虎起源于东亚地区 之后扩散到了整个亚洲地区 但它们的足迹 从来没有步入过非洲 狮子起源于非洲 之后从非洲迁徙出来 到达了亚洲地区 甚至到了地中海的南欧地区 然而经过了大约10万年的发展 欧洲的狮子早已经灭绝 亚洲地区的狮子只剩下了极少数蜗居在印度 相反 老虎一直在亚洲地区生活 西亚地区的老虎基本上已经灭绝 但是在东亚和南亚地区 还有老虎在生活 以印度为例 那里曾经是亚洲狮和孟加拉虎的家园 二者都是顶级掠食者 印度全盛时期生活着十万多只老虎 那么历史上狮子和老虎应该发生过直接的竞争 从现在的分布情况上看 亚洲狮没能竞争过孟加拉虎 这说明进入亚洲地区的狮子没有效到最后 属于在生态位上被老虎击败 然而有人却指出 亚洲狮大面积灭绝很有可能是人类的锅 不是老虎直接竞争导致的 因为西亚地区也有狮子和老虎分布 最后两者都灭绝了 历史上古罗马的斗兽场 曾经发生过巴巴里狮对战离海虎的盛况 虽然不知道结果如何 但是从欧洲王室们这么喜欢狮子来看 应该是狮子赢得多 但是有人反驳 喜欢狮子未必就是因为狮子赢了 有可能是狮子比老虎更容易驯养 让人们产生了征服感 以前各国王室饲养狮子的比例超过了老虎 所以这纯属是人类的喜欢 并非是因为斗兽的结果 欧洲历史上是有狮子分布的 相反 欧洲没有老虎 所以欧洲人更喜欢狮子也情理之中 人类在关于狮子和老虎谁更强的问题上 吵得不可开交 然而 自然却微微一笑 有没有发现 狮子和老虎 虽然在历史上有碰面 甚至一度生活过 可是碰面的是亚洲狮与西亚南亚的老虎 人们津津乐道的东北虎和非洲狮 却无论如何 不会在自然情况下碰面 这说明 一切都是自然最好的安排 每一个地区都需要一个顶级掠食者 这样当地的生态 才会最好的发展 老虎早在200多万年前 就在东亚地区出现 却始终没有迁徙到非洲地区去 非洲的狮子 大约12万年前 才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地区 结果不到10万年的时间 就只剩下最后一点血脉 挤在印度南端 这说明 自然并没有打算让最强的老虎 遇上最强的狮子 就算人类去影响 强行让二者见面 让他们打起来 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因为 就算一只非洲狮 打败了一只东北虎 我们能说 老虎打不过狮子吗 我们只能说这一只狮子 打败了这一只老虎 人们之所以在老虎和狮子 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很可能是牧强的心理 这是人类一直以来具有的 从挑选猛兽 作为自己的图腾就存在 说白了 就是对力量的向往